今天公布一例COVID-19本土確定的病例 我們暗號是16816 那本國籍20多歲的女性 那承認 中央研究院 基因體研究中心 實驗室的 研究人員 那近期無出入境的紀錄 那已接種 兩劑莫德納的疫苗 那個案成於11月中旬 在工作的過程中 有接觸到病原 那當下沒有症狀 那11月26日開始出現輕微的咳嗽 那12月4日咳嗽加劇 12月8日出現 秀胃絕的異常 那近就醫採檢後 近日確診 那因為相關幾個 第一個在社區 染疫的可能性相對低 畢竟我們有34天 到34天的一個 社區的零確診 第二個沒有出入境的紀錄 那第三個 相關的接觸者也沒有可能 疑似的人 當然還要進一步的在調查 是初步來講 就是跟 可能在跟國外 這樣的一個可能性相對是非常低 那工作的場域裡面 畢竟他有具有一個風險 那有接觸過 相關的病原 所以在目前我們是判定是本土的案例 那這樣的案例裡面 我們目前大家我想在 新北市跟北市 都非常的積極展開相關的疫調 那我們現在目前是匡列了85要隔離了 有85名 有85名 那85名 等一下都全部會送到集中檢疫所 那立刻我們漏夜會展開採檢 確定這第一圈的人 他的一個情況怎麼樣 那他的比較親密的接觸者 這位女性比較親密的接觸者 他的男友 那在因為同一個時間慘 所以這男友目前檢驗出來 是陰性 那當然也要送隔離中 那整體 整體來看 當然有很多的問題需要再釐清 那今天下午我們馬上就是撞到這樣子 那 機關署的防疫醫師 那專家小組 張商淳召集人到場 去了解裡面的一個情況 並且召開會議 那針對疫情及防治的作為進行討論 那現在目前初步的一個措施 個案所屬的實驗室暫停使用 那這個實驗室 他他們自己有一個辦公室 對面也有一個辦公室 那整棟樓層 這個樓層 這個樓層的人 全部列為居家隔離 然後第二個 我們當然要調閱實驗室 相關進出的記錄及錄影帶 那掌握相關的 接觸者 即瞭解他運作的情況 那第三個 實驗室 這個實驗室 他是一棟樓 那全棟 除了同層的人隔離之外 那全棟的人 我們要求明天停止上班 那並進行相關的自我健康的偵測 那有不適的症狀 立刻要聯絡衛生單位 那12月10號 之所以停止上班是避免 我們在第一圈的檢驗的結果出來時候 如果有擴散的可能 那避免在第一個時間 我們就能夠及時把這 第二圈的人也能夠阻止住 那我們還也要求中央研究院 10日內提出調查檢討報告 那本指揮中心也會派我們本來的生物 安全專家調查小組 前往該實驗室進行調查 我想這樣的一個在實驗室 有可能在那裡 染到病原的可能 目前來看是相當高 那所以第一個時間也及時要展開調查 看有什麼樣的一個疏漏 或需要改善的地方 那這個病毒株 基本上目前來判定 在以他的變異點 當然我們還要更做更進一步的檢測 那目前是判定是Delta